觀眾朋友你好 我們今天來說 兩岸之間的 特別是在軍事上的一些發展 的一些改變 三天前 中國才開始進行 所謂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見證以來 最大的海上大閱兵 本來講說要為期三天 不過一天就提前結束 為什麼要結束呢 有些人在揶揄 在績笑 說是解放軍 看到美國的航空母艦 羅斯福號 也使進南海之後 所以被迫要提前結束 當然大陸方面 完全不是這樣子的解讀 三天前才結束了 所謂的見證以來 最大的海上閱兵活動 而在兩天之後 也就是十八號禮拜三 後天的時候呢 中國解放軍呢 要在福建全州的 這個港灣實施港之外呢 進行一個在臺灣海峽的 一個實彈的操演 當然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地圖了 看起來呢 其實也還好 你說在臺灣海峽也不是啦 它其實是在全州外面 這個是石施港 那石施港呢 其實就是一個一般的 也不算太熱鬧的一個小港 在石施港外面呢 長二十公里 長二十二十公里 寬十公里 大概就是這個小範圍 範圍不大 那時間也不長 那看起來規模 也不是很大的一個軍事演習 國防部的說法呢 說這個是例行性的 大家不用那麼怕了 可是呢 中國方面的這些媒體呢 就把這個事情呢 講得很大很嚴重 特別是針對 最近我們的行政院長 賴清德先生 一而再 再而三的說 他是一個務實的 台獨工作者 這件事呢 他說一定要壓制 要打壓 要來攻擊 這樣子一個所謂的 台獨言論 在台灣呢 不斷的發酵 氣勢越來越高焰 可是呢 這另外一方面就說 好像說 你的軍事的力量呢 還好 但是嘴巴上 這個文宣呢 好像要弄得很大很大 物實 或者虛實之間呢 到底統一 跟獨立之間 如何去進行 所謂的虛實之間的戰爭 今天好好來談一下 包括兩岸的軍事演習 也包括行政院長賴清德 一再的台獨的這個說法 會有什麼樣政治上的衝擊 跟演變 來介紹 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立法委員 您坐水 你好 大家好 抱歉 是前立委 再來歡迎是淡江大學 國際研究學院的院長 王高成 王老師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軍情與航空網站的主編 施孝偉 新聰 大家好 特別歡迎是軍事專家 尤勝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尤大哥 為什麼提前結束 其實三天前的南海 有兩派說法 一派說法是說 習近平感覺到 生命受到威脅 所以呢 提早結束 避免後續 無法預測 習近平生命受到威脅 這此話怎說 因為習近平 應該這樣講 中華人民共和國 海軍 只要由最高主席去 零件視察 有好幾次的紀錄 可能發生兵變 或者在上面被暗殺 或者做其他的形狀 因為包含他前任的胡錦濤 或者是誰都曾經發生過 類似的案件 那有可能一旦登艦之後 軍力無法掌控 他的軍隊狀況 發生了一些問題 而產生這邊去做 那其實這個狀況 是有潛力可循的 因為習近平上台之後 他就是在做一件打攤的事情 光以軍方來講 他做了很多的改變 例如說他把八大軍區 改成五大戰區 然後他把原來的 五個後勤司令部 總參謀指揮部 改變成十三個 然後逼退了很多高級將官 特別是資深將官 啟用了很多少壯派 新進派的將官 來更換軍權 然後在十九大之後 但是習近平被暗殺 或者是這個兵變政變的 不能說沒有可能 但是這個訊息幾乎是無法可能被證實的 但是 至少他們不會公怪 但是就 軍演 號稱中共建政以來最大的海上大閱兵 提前結束這件事情 在軍事上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案例嗎 其實嚴格的來講 他並沒有提成結束 他只是改變了一下原來的做法 原先的對外宣傳是說 他們會在習近平的主持之下呢 進行時兵時彈的大規模海上操演 但是後來卻變成了 只是進行海上分裂式 然後中間有兩件事情 特別要注意的是 習近平登的官裡艦是長沙號 而不是遼寧艦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這個時間提早到第二天 而且在習近平回去之後 其實中國的艦隊還是有進行演習 但是做了一個改變 他們原來是在海南島的東北東南方 東北方 對不起 東北方就是一點鐘方向的位置進行 可是後來他們把整個艦隊 繞到海南島的正南方 正下方六點鐘位置去進行 後續應該有的軍演 而且規模沒有原來宣傳的那麼大 校委我們等一下再談兩天後的軍演 但我們先來談三天前的軍演 所謂的在南海大閱兵 他的意義是什麼 是真的完全衝著美國來的嗎 因為對岸的一些軍事專家也在談說 這是對最近美國一連串打壓中國 不管是貿易戰或其他的這些 所謂的報復性的行動 意思叫綜合性的回應 那如果是的話 為何提前結束 其實我不覺得這種東西會跟 當然你說這個地方 的確是大陸在南中國海 展現他的這個實力 是一個秀肌肉的一個動作 但是你說 是不是有要上綱到那個程度 應該這樣說 他為什麼會選在四月 因為四月是大陸的海軍艦軍月 也就是我們知道解放軍的海軍 是在1949年四月下旬成立的 那時候其實是由當年我們國府海軍 幾艘叛變過去 然後林尊帶著那個艦隊過去 他們就把林尊起義的那個時間 剛好也在四月下旬 所以就定為解放軍海軍節 那其實解放軍你可以看到 大概從整個艦軍歷程上面來講 相對來說 那個解放軍整個軍力的結構 過去是一直是屬於本土防衛為主 那一直到近幾年 然後從這個本土防衛的戰略概念 改為攻守兼備 他們才開始著手建立一個 原先的一個綠水海軍 就是一個沿岸海軍 開始漸漸地走向一個藍水海軍 到現在有一個成就 那而且其實大概在去年八月 七月八月的時候 那個解放軍建軍節的時候 那時候習主席到了那個諸日河基地 去檢閱了陸上部隊 還有空中的部隊 然後是全集 然後就是說在教育完閱兵之後 馬上就進行了一個那個 陸空聯合操演 那相對來說 他那個時候就已經說了 接下來是要去看海軍嘛 那海軍的話 那當然你說要選擇一個時間點 讓那個那個習主席來清教 那當然是選擇海軍 海軍建軍的這個時機來做 所以整體來說 他的確是利用了這個海軍的這個 建軍節的這個時間 這個海軍節的時間 然後把他們中國大陸現有的水面艦 然後水下的這個艦隊 都集中到了那個南中國海 就是海南島 然後進行一個盛大的海上閱兵 其實你說海上閱兵 那當然從規模上面來看 那當然他要進行一個海上閱兵 然後讓等於說他們的這個 國家最高的領導人 然後看到目前解放軍海軍的建軍的實況 還有以及訓練的狀況 因為他們其實那個教育完之後 就立刻進行一個海上的一個 那個時兵實彈的一個操演規模 但但是當然的確規模沒有原先預期那麼大 但還是把它做完了 不過因為各自立場都會找自己最有利的方式 來解讀或者是猜測 那我想請教在軍事上 真的有可能說解放軍已經做了那麼那麼多的準備 然後一開始講說為期三天 見證以來最大的海上大閱兵 然後看到美國的航空母艦羅斯福號 也使進了南海之後 就把三天說為一天 這在這種說法在軍事上有可能嗎 不成立 我個人認為不成立 甚至於我們看到 我們這邊也有報紙說 這個引述了這個外國那種 就是類似那種類似國外的那種新聞報 說這個甚至於美國航空母艦闖入 如果這個解放軍的這個那個演習範圍 讓他們這個演習不得不終止 其實如果你把這幾天美方自己 美國政府 包括第七艦隊 或是美國駐馬尼拉大使館 所公佈的新聞 你來對照之後 你就會發現 美國的羅斯福號航空母艦打擊群 是那個四月十一號 也就是星期三那天 就已經進到了那個馬尼拉港 然後大陸演習的地方 離馬尼拉港 大概有一千四百海裡 也就是你如果換算 那個真的如他們所說的話 你航空母艦一個小時可以開到三十節 然後也就是說來回一千四百海裡 兩千八百海裡 大概航空母艦全速要開快五十個小時 也就是兩天才能夠完成這個來回 你有辦法 那如這些報導上所說的 這個解放軍在演習的時候 美國航空母艦出現 然後幾分 不到半天之內又在馬尼拉港出現嗎 根本不可能啊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那你就知道 對於那個 如果說是因為 那個美國的航空母艦打擊群 進到了南海 讓這個解放軍的演習 嘎然而止 那完全是無稽之談 但是我個人覺得 他為什麼那麼快 就把他做完了 很顯然的 就是因為他今天做的這個演訓 就是要給習主席看的 那你這個時候 你今天你要高兵來教育 那一定是要海上良好 那個天后良好 各種狀況都完好的情況下 那個高兵來才不會暈船 或有任何的意外狀況嘛 對不對 那既然高兵來看完了 那其實我們也有很多 這種演習的那個 那個歷史啊 可能匡列這三天要做 因為我請了總統來看 小英第一天看完 第二天就不做了 對啊 其實不就是這樣 是這樣子嗎 對啊 其實我個人覺得 大概其實就是這樣 南海的這個海上大閱兵 到底是為什麼會提前結束 這可能之後 還會有更多的訊息 但是接下來就是說 兩天之後 就在福建的外面呢 台灣海峽解放軍 要進行所謂的實彈操演 當然看起來說 這也是例行性的規模 也不大 範圍也不大 可是呢 對岸的媒體一直講說呢 這個要給所謂的賴清德 要給台獨呢 要一個致命的一擊 要來攻擊 不能讓他們氣焰越來越高 因此在文宣宣傳上 很顯然對岸似乎要把這個軍演 拉比較高的層次 我們來看看 後天這場軍演 真的是對台灣造成很大的威脅嗎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報導 中共解放軍四月十八號 將在台灣海峽進行實彈射擊軍事演習 由於宣布時幾點敏感 是否針對台獨說法而來 國安局局長彭勝竹一度表示 軍演確實有針對性 有點針對性的這些 爭議性的一些問題 但是就目前我們所知 跟過往的分析 它應該是一個例行性的一個演習 不過彭勝竹接受質詢時又改口表示 四月十八號的軍演沒有針對性 是例行性演練 根據情資顯示 軍演位置是在泉州附近 屬於暗炮與對空火力射擊 範圍距離台灣海峽中線六十八公里 離金門也有六十公里 與往年差不多 屬於小規模 並強調是中共利用官方媒體製造的假新聞 只是藍營立委紛紛質疑 中共官媒藉此渲染的目的是什麼 而賴清德的務實台獨工作者論 算不算是挑釁 彭勝竹證實 兩岸關係趨於緊張 也有向總統報告 學者也認為賴清德現在的發言 已經超越行政院長職權 賴清德自己來多次的表達 他自己的政治立場 而且多次的表達他的看法 這個跟蔡總統的主張 是沒有得到呼應的 我個人是認為說 第一個是逾越了 他的行政上的倫理 第二個呢 會給蔡總統帶來更大的困擾 賴岳謙認為 蔡英文總統對於兩岸關係 採取低調冷靜策略 賴清德卻跳出來有挑釁言論 明顯兩人不同調 可能有意爭取成為台獨實職領導人 對於立委則認為 這是賴清德一貫的主張 不需要被特定人士激化兩岸緊張情緒 無助兩岸關係 記者韓英王德欣台北報導 我們等一下再來談賴清德 我們先來看看後天的這場軍演 這是福建 然後在泉州 在泉州外面呢 其實是距離台中 大概是一百七十五公里 離我們的台中是 只有一百多公里而已 然後呢 我們來看看 他的實施範圍呢 大概也是長二十公里 寬十公里的這個範圍 可是呢 距離金門大概也只有六十公里 不過本來金門就很靠近大陸了 在這個地方進行實彈的軍演 一個很重要是距離台灣很近 第二個是在台灣海峽 廣義的台灣海峽 這樣的軍演 到底他代表什麼樣軍事 跟政治上的意涵 我們來看看對岸 跟我們台灣自己怎麼解讀的 在四月十二號的時候 中國 紅色就是中國的 中國國防部福建的海事局 公告說 聲人誤盡 漁船誤盡 特別呢 他把這個方位都講出來 而且把時間說 四月十八號 零八零零到二四零零 要在台灣海峽 進行實彈射擊軍演 國防部說 這個例行性的火炮射擊訓練 不要說真的太誇大了 再來呢 隔天四月十三號 國台辦講得很清楚 說大陸方面有堅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 足夠的能力 要來挫敗台獨 環球時報呢 甚至說這一次實彈軍事演習 就是針對台獨發出的警告 台灣陸委會方面說呢 陸方你要謹言盛行 不要出一支嘴 不要誤判情勢 沒事找事做 美國的方面的說法是說 反對單方面採取行動 改變現狀 包括武力或其他形式 那再隔一天 環球時報說 要警告台灣跟美國 中國的國家統一底線 不容挑戰 蔡總統說呢 這些訊息都沒有經過主管機關證實 然後不要隨便相信 不要過度揣測 不過呢 就在這一兩天 四月十六號呢 國台辦主任劉傑一講說 為什麼要軍演 軍演就是要捍衛主權跟領土完整的一次行動 那國安局跟國防部的解讀是說 對岸透過所謂的不實的資訊 企圖混淆視聽 展開心理戰 輿論戰 確實在這兩天 我們也在臺灣的媒體聽到一些說法說 你看啊 都是因為賴院長一直在上天 兩頭就在講台獨啊 所以對岸生氣 害共啊 我再請教一下委員 你怎麼看後日這個軍演 首先他是一個例行性的演習 沒什麼 但是這個例行性的演習 不只環球時報這樣說 國台辦有講喔 因為環球時報本來就是 專門喜歡這個無峰不起浪的一個滿足他們基本教育派的一個媒體 中共的基本教育派喜歡聽什麼就講什麼 他所以這個不足為品 最重要的他的國台辦的這個主任也這樣講了 不過我們如果稍微注意一下國台辦在整個講話的脈絡 也會覺得很有趣 記者是直接問是不是為了賴清德 他也不回答是不是為了賴清德 他就說我們舉行軍事演習 為了捍衛主權領土的完整的行動 那跟賴清德 為什麼不捨不得講賴清德三個字呢 那所以他覺得不展現臺灣的便宜 他也不甘心 但是講得太滿會漏氣 漏氣很簡單 因為如果針對臺灣軍演也不是沒有做過 九六軍演最典型的 飛彈射過臺灣海峽 那這一次的演習呢 是他的禁案領海的範圍之內 在領海的範圍之內的演習 說要恫嚇臺灣 這個比較 說不過去啦 這個 比較太絕肢了吧 太自我絕肢了吧 那所以就是這樣子講一些模糊話 但是希望多多少少達到一些威嚇的效果 那至於臺灣呢 很多人就緊張的要命 那當然 這個臺灣總是有人特別喜歡緊張的 就像這個 這個民進黨要買武器 執政的時候要買武器 那國民黨說這個北京會很生氣 所以民進黨買武器就被擋住了 在陳水扁執政的時代 等到國民黨自己執政 這個我們的國安會 還在主導馬總統不要買武器 後來被整個輿論批評的太兇猛了 不得後來就開始買 買了以後很有趣 這個馬英九州 你看我買得比民進黨多 為什麼買得比民進黨多 因為民進黨時代 這個美國方面願意賣給臺灣的 那個預算都被國民黨擋住了 所以那個是追補課 然後呢 這個甚至於臺灣這個出現天災 美國軍艦它上面的飛機 所有來這個幫忙救災 不敢不敢給它來啊 你看我們的這個 臺灣裡面就是有一些人 風出還沒有吹 朝鮮 動得要命 那所以臺灣有這樣的一個 所以 既然臺灣的心理這麼脆弱 有些順便嚇一下 我看是這個 這個情形啦 那麼至於這個 賴清德會講 談獨立 這個不 不是第一次啦 那這一次這個賴清德 也是在記者的問 追問之下 說欸 你的臺獨主張到底還 再講講看 是不是臺獨 你問我就回答 所以基本上賴清德好幾次講臺獨 都是被動的 第一次是在中國大陸 這個 演講台上面 人家問 欸 你這個你們要不要廢臺獨黨 他說廢臺獨黨有什麼用呢 台灣老百姓想法就是這樣啊 這是第一次被動 那第二次在這個 市議會 也是國民黨 議員問他 他回答 我就是臺獨 然後呢 到 他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立法院 也是幾次被動的問 那我是覺得 他總是在被動的時候 來回答 那這一次也是被動 答覆記者 我認為基本上是這樣的考量 你居然問我 我立場 絕對不會刪 不過那委員我請教 不管是主動被動 或者是有意的被動 這個先不談 但是確實賴清德是中華民國 有史以來 隔魁以上的重要的政治領導人 赤裸裸大辣 一而再再 再而三 對所有的人 宣稱他就是一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而之後他還有三個務實 六個工作方向出來 先不談對錯 先來談談這樣子一連串的發言 是否已經痛痛的踩到了對岸的紅線 我認為這個中共對臺灣有一定的瞭解 他不只要瞭解這個賴清德是臺獨 他也知道臺灣多數民意是臺獨 因為臺灣這個TPBS的調查 就是臺獨是多數 那這個民進黨的民調 你可以不相信 這個游泳的民調 你可以不相信 你總不能相信 TPBS專門作假民調說 臺獨已經變成臺灣社會的多數 不可能吧 而且不是一次兩次 TPBS就是這樣的民調出來 所以北京他知道 但是知道 你主張臺獨 那但是他就獨 你敢不敢講 我壓你就怕 所以北京打壓的目的是在 你要臺獨沒有錯 但是我壓看你他怕不怕 那我的看法就是說 除非我們放棄 我們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那否則的話 那麼對臺獨的立場 這個賴清德以前也講過 他說在臺獨立場清楚 不迴避 第二個 那我主張臺獨不是要挑 跟你做對 調性 不是要與你為敵 一個獨立的國家 可以跟你做朋友 美國也是獨立國家 跟你跟你 就可以跟你做朋友 那麼這個日本也是獨立國家 也可以跟你有邦交 所以做一個獨立的國家 並不是叫與你為敵 這個是兩回事 那王老師 所以這個態度是善意 那政策彈性物質 我認為這個是好的辦法 好的辦法就是說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立場清楚的時候 那麼你他這個又又態度善意的時候 那麼你的彈性的政策就有空間 你如果這個在臺獨立場 不被臺灣多數主張臺獨的社會信任的話 你對對中共要表達善意 你馬上會被質疑 會被質疑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 清楚的立場 然後這個態度的善意 中間有一個政策的彈性物質的可能性 那否則的話 像這個以臺獨就要以中共為敵 那這種人也有 但是這樣的的話 他政策就很僵硬 那然後這個要不然就是 對臺獨避之為恐不及 這時候呢 你任何對中共的這個善意 臺灣社會就質疑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好的策略 王老師從賴清德院長的言論 再談到後天的這場軍事演習 對岸的對臺策略有大幅改變嗎 對岸的對臺策略是沒有大幅度的改變 我覺得就是說大陸的對臺政策 我們當然是以習近平他的談話 以及他十九大報告為主 那這個報告裡面 其實已經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對臺的大政方針沒有改變 就是他還是和平統一 和平發展的一個狀況 但是在這裡面就是說 反臺獨的立場也是非常的清楚 我們看到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裡面 特別強調六個這個反對臺獨的一個做法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在十九大之後 其實大陸的對臺政策 基本上還是朝向一個比較和平發展 融合發展的道路 所以我們看到他在二月二十八號 才會推出這個會臺三十一項的一個措施 不過我覺得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其實我覺得臺灣也不要說完全的去這個低估了 這個大陸他對臺政策的他的兩手性 就是他對反對立場其實是非常的一個清楚 我覺得在會臺三十一項政策之後 這一次為什麼就放出這樣的一個消息 其實我認為是不能夠輕估的了 其實你看我們看到他這來講 大陸國防部他說在臺灣海峽舉行實彈射擊 臺灣海峽這麼寬 他可以講他在沿岸舉行實彈射擊 為什麼把它擴及到這個臺灣海峽 另外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看到大陸最近這幾天的一個言論的一個變化 就是除了我們看到國台辦發言人這個 馬曉光他開始講就是說 對於這個反獨的立場 開始就是不要低估大陸這個反獨立場 那我注意到最近這一兩天 包括大陸的一些涉台學者的言論 開始也轉變了 就是說這個其實確實它是一個 小範圍的例行性的演習 可是他為什麼要把它詮釋成 就是說對臺灣的一個政策性的一個警告 這裡面我覺得是有一定的一個 一個關聯性 那剛剛談到這個劉傑一 其實我們看到今天報紙 劉傑已經清楚已經對賴清德 點名批判了 他講你賴清德你的言論 就是一個台獨的主張者 所以他已經點名這個賴清德 然後他再強調那句話就是說 舉行軍也是為了這個捍衛主權 跟領土完整的一次的一個行動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除了賴清德的說法 還有另外一個背景 就是美國最近頻頻打臺灣牌 包括你像臺灣旅行法的通過 甚至說美國現在決定 就是至少媒體這麼報導 他要商壽的方式來協助臺灣這個 潛艦的一個發展 所以我覺得在大陸的對臺大政 沒有改變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在戰術性 他特別在這個時候 藉由這樣的一個例行性的一個演習 他把他的這個意義 把他提升上來 就是說我這是對你呢 做一個這個示警的一個動作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訊息 包括我們看到這個國臺辦主任發言人 以及大陸的一些學者的這個發言 透露來訊息了 我覺得不能夠去低估他 順著您的這個脈絡 也許可以這樣子解讀 是說在會臺或者是對臺三十一項政策之後 一下子給你三十一根紅蘿蔔 然後丟這個軍演訊息出來 這是一個脈絡 第二個呢 他是在自家門口 但是他特別就要講說是在臺灣海峽 為什麼要強調臺灣海峽 這是第二個觀察的重點 第三呢 這其實是例行性的 例行性你就講例行性就好 像小英去那個基隆或是宜蘭外海 去上了見 其實他也不會說 我是針對習近平要稱帝 他不會有所謂的針對性的言論出來 那為什麼例行性的軍事演習 特別要說 針對臺灣的臺獨勢力的發展 特別要針對賴清德 這是第三方面的一些解讀訊息 我想問的是說 如果說大陸方面還要持續展現 所謂的反獨的立場決心跟力道的話 軍事上他會一再一再地升高這些威脅嗎 是有可能 其實我們看到大陸的學者已經就是說 北京的學者 我看到他這一兩天的言論 有這樣的一個訊息的一個發展 其實我們看到以大陸現在的一個軍事力量 如果他對臺威嚇 他其實當然不是像這種火炮演習 因為一九九六年臺海飛彈演習 他都可以使用飛彈在臺灣南北兩端的 這個的定著點來做一個這個展示 那如果假設他要進一步的這個展現 他的一個用武所謂以武阻獨 這個給臺獨這個嚇阻的話 當然他的手段會比較多了 所以我才說對於這一次的演習 我覺得我們國安局這個說法 其實是我覺得是也是有一點點 令人值得擔心 就是他確實是一個假訊息 他確實是也是一個誇大的訊息 但你說你把它當作一個誤導 我覺得這就表示說 你就是沒有去了解 他背後要傳達的政策的一個訊息 那如果假設說他已經有這樣一個作為 你還認為就是開他玩笑說 這根本是一個誤導的話 假設他要進一步的作為 他當然有可能第一個 就是我們看到從去年以來的 對臺的這個海空軍的一個繞島的話 這可能當然就是說 在今年就會更加的一個實施跟實踐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要進一步的一個展示 就是你的一個訊息 那你可以不一定要做火爆射擊 你可以做導彈的一個射擊的話 那這個就是他的一個威嚇性 當然就很明顯 可是如果真的走到這一步 就不符合他現在的一個政策 他現在政策還是一個和平發展 但是如果他真的是要覺得 以兩岸的一個形勢 就是臺灣內部的形勢 以及美台的關係 他認為就是說 有對他來講是跨越他的紅線的時候 這時候可能他就會採取 比較真正讓我們覺得是 比較感受到這種震撼性的一個軍事作為 校園你怎麼樣判斷現在的局勢 就是好像兩個人在吵架 有一個人很生氣 罵得很大聲 可是呢他的那個力道很小 現在某一種程度就是這樣子 大陸方面在兩天之後 就是軍事演習 說實在規模不大 範圍不大 然後時間也不長 可是呢 他講的聲音很大聲 一直把你嗆聲 我這是要制止台獨啦 還好還好 這個嗆聲跟過去的嗆聲比起來 那陰杯小太多了啦 但會越來越嚴重嗎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他這次的這個 整個演習流那個曝露的這個過程 當然從環球時報的那個操作上面來講 他其實是有一點那個媒體戰 跟那個神經戰的一個角度 因為你看他第一天 那時候他一開始給的那個座標 我們大家媒體同意把那個座標 丟到那個Google map上去查 哇一查不得了 居然就在金門旁邊 所以後來他公佈這個圖 還是我們現在看到那個 在泉州港外嘛 是 所以等於說其實一開始 就已經把大家著實嚇了一大跳了 那但是你如果說今天你看兩岸關係的話 現在兩岸關係的確是很糟啊 糟 但是那種糟的確也跟那個林委員所說 以前跟以前那種糟法不一樣 現在是很冷 冷到你知道就是說 你不管你怎麼講 我也不理你我也不回應你 然後就是有點就是大家雙方 隔空在各說各話的那種味道 然後這個情況下 你說從一種急冷的冷對峙 一下要變成熱熱的這種熱衝突 除非說今天有任何一個 或者說以蔡總統來講 除非說蔡總統今天 這個對外的這個政治宣示 變得跟賴院長一樣 那這個時候你說 你會發現大陸的這個力道 會馬上開始提升了 但是因為現在這個情況 你會發現蔡總統他到現在一直 他其實對於這個兩岸關係來說 是他有他一貫的說法 而且他對他一貫說法保持不便 雖然說那個那個蔡總統 一直說我們我們不去改變兩岸關係 但是對不起其實兩岸關係 蔡總統已經去改變他了 然後但是我們都不說 我們改變兩岸關係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這個過程裡面 基本上蔡總統的姿態是軟的 他就像一團棉花 你再生氣你灰錢望棉花上面打 你也沒有著力點嘛 那但是你如果說今天 如果今天蔡總統的這個政治宣示 變得跟那個賴院長一樣的話 那我覺得那個衝擊性跟那個衝突 那個發起跟升高速度就會非常快 那大陸方面到底是怎麼樣看待蔡總統 跟賴院長 這是兩個人在辦黑白臉 然後是在唱雙黃 還是其實大陸方面要更珍惜蔡總統 現在這種比較溫和的 比較平緩的這種兩岸政策 其實我可以看 我感覺就是說 從民進黨內部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當然可能也牽涉他們明年的總統大選 也就是說因為民進黨內部也不只有 那個對於明年是不是還是要由蔡總統 繼續出來代表民進黨來那個競選 下一屆的總統大選 裡面也有不少雜音嘛 那這個時候那個賴院長的積極表態 是不是某種程度 是在對內部凝聚共識 要做的一些政治上的動作 這個說真的 我也我個人是認為 可能說不定也有這個味道在裡面 但是你有說今天 以如果說光球軍事的角度來看的話 以目前兩岸的這個態勢的確 外在的環境也有改變 兩岸之間的情況也有改變 那我們的但是至少 我可以看到到目前為止 那蔡總統的說法並沒有 就是至少從他就職到現在 沒有改變都沒有什麼改變 然後也就在這個情況下 你說危機會馬上的開始產生 而且急劇的升高 這個可能性相對來說比較不高 因為畢竟對於大陸來說 他們也還是分得清楚 今天你賴院長之所以能成為院長 還是蔡總統的提名 你才成為院長 那也就是說最後的話 還是蔡總統說了算 而且就是說你從過去 你看不管是九六年的飛彈危機 九九年兩國論到後來 那個陳前總統一邊一國 兩邊熱到那種程度了 就是說至少我覺得雙方 都還有一種互動的這個模式在 當然你說現在跟當時來相較之下 比較危險的部分就是說 現在現在的政府對於就是說 如何能夠跟對岸之間 建立任何這種形式的溝通 看起來跟過去 不管是陳前總統一樣 或是李前總統時代也罷 看起來這兩者之間是不相同的 也就是現在之間官方的這種溝通 對話管道幾乎全斷光了 至少之前那個時候 是雙方之間還是會有那個訊息的溝通 不過優大哥我們其實很清楚 對岸的所有的軍事武力 都是為了政治做準備 所以去年在朱日和閱兵的時候 習近平講得很清楚 黨指到哪裡 你所有的解放軍 就要有能力 不要打到哪裡 那當然所謂的政治一定是最最最重要的決策者 可是軍事恐怕也可以秀出一些方向出來 我們再來看看 是不是真的我們的行政院長 踩到對岸的紅線 而對岸的反應是真的特別激烈嗎 三月三十號的時候 這應該是在那個立法院接受質詢 然後在立委質詢他 然後賴清德說 我的確是台獨工作者 街頭講不得了 環球十八說中國一定要動用刑法 中國的刑法 要動用反分裂國家法 要對賴清德發布全球通緝令 變成我們行政院長變成通緝犯 這其實有點荒謬可笑 不過說實在 如果老共真的要用這一招 下一次如果賴清德去大陸訪問的時候 把他抓起來 也不是完全沒可能 賴清德在四月三號 這應該是在正南榮的一個紀念的一個場合上 他所說的 他就是台獨的工作者 國台辦跟新華社分別講說 這個頑固堅持台獨立場十分危險 也完全不自量力 新華社說 一把扯下維持兩岸現狀的偽裝 當然側邊就是在罵蔡總統 讓所謂的善意一舉破功 四月十三號的時候 在花蓮賴清德院長講得更清楚 那當然也是記者問他 他說他的台獨有三個務實 六個工作方向 其實這三務實六方向 其實也沒特別心意 就是說兩千三百萬人要決定 臺灣已經獨立了 不需要再次獨立 六個方向就是說 要讓臺灣更大的見價的壯大 然後呢要跟對岸 有更好的一個互動 溝通的模式等等的 不過特別是國台辦的反應 劉傑一講說呢 賴清德就是個台獨 臺灣當局縱容個別人士 肆意的鼓吹台獨 不僅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也損害廣大臺灣同胞的切身利益 從政治談到軍事 從軍事再談到政治 我們來看看 賴院長的這個說法 真的會對兩岸的局勢更加的嚴峻嗎 曾經多次表態自己是台獨工作者 金正院長賴清德15號視察花蓮 更以三方面 及六個具體工作內容 說明自己台獨工作者的務實面 強調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必對外宣布獨立 第一個物質就是 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必另外宣布臺灣獨立 第二個物質是 臺灣的前途只有2300萬人可以絕變 其他的人都不行 賴清德的三方面還強調 身為行政院長要讓國人選擇臺灣 支持臺灣 六個內容則是捍衛國家主權 維護臺灣自由民主人權的生活 並且提及自信展開兩岸交流 求同存異 藉由交流增進兩岸的理解 諒解和和解和平發展 臺灣要與美日韓共同維護亞太安全 不過中國國台辦主任劉傑一16號 參加河南鄭州兩岸智能裝備論壇 則直接點名賴清德就是個台獨 18號共軍在福建沿海軍演 就是為了捍衛祖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行動 中國有足夠的抑制信心和能力 阻止領土分裂的言論和行動 行政院16號則低調審清 賴清德的主張與政府維持現狀的政策 沒有衝突 維持現狀老早就講過了 那事實上維持現狀也就是現在 我們兩岸的政策嘛 所以這個並沒有任何的衝突和矛盾 不想台獨兩個字被刻意引申或大做文章 賴清德說就是要把話誠實的說清楚 但藍營立委批評賴清德揮舞台獨大旗 逾越奮祭是撤蔡總統的後腿 而賴清德這一回 在共軍18號實彈軍演之前 在拋務時台獨說 已經挑起兩岸的敏感神經 記者綜合報導 所以邱大哥 在軍事方面 兩岸真的有在這一兩年特別緊張 而且越來越緊張 其實我們 我們現在可能要做一個反向性的思考 因為大家一直把這個兩天後這個軍演 無限放大到什麼兩岸啊 統一啊 武統台灣啊 攻擊什麼東西 我們回到最單純的這個事情 火力打靶 火力演習這件事情 在軍方的規定裡面呢 或者講傳統裡面 所有的這種規模的試射打靶 他都會有一個想定的目標 我今天為什麼要進行這個演習 我的目標是什麼 我是針對怎麼樣的目的來做這個演習 像例如說我們大家都知道 漢光演習就是針對自空自海反登陸 所以我們都會有這個演習 好 那麼現在問題就來了 因為我們是針對自空自海反登陸 所以我們有假想敵 是因為當敵機或者是敵艦 有登陸部隊的時候 我們要進行這個地方去做殲滅 所以我們每次的火力示範 我們每次的火力打擊 都是在針對近案這個地方去做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今天中國大陸的這個演習呢 是在解放軍的近案 那你近案的演習呢 其實就有點像我們馬祖啊 金門啊 甚至像太平島那種威力四賀 對海岸上進行演習 就是一個基本的設計而已 你如果說今天說這個東西是要武統 那這就是個反向訊息的 除非我們有登陸部隊 是要進攻到那個地方 你的暗機火炮 是射到那個地方才有目的 後天在全州的解放軍的軍事演習 他的想定目標是說假想 台灣的國軍或者是美軍 要去攻打福建 登陸了靠近他的岸邊火力範圍的 你的暗機火炮才能夠去打 而且重點喔 但是這幾乎不可能 對 他這火炮他也不是飛彈 所以火炮就是有個固定射程 好 那我們在這個軍事最明確 最沒有爭議的這個地方來看的話 你明明就是一個暗機火炮的試射 你為什麼可以把他拉高到這個層級 所以你旁邊打的都是煙霧彈 都是插邊球 跟事情的本體其實是扯不到的 就是你雖然講說政治是軍事連升 但是你把一個很明確的軍事目的 所以完全掩蓋掉 然後故意把那個東西扯上去 例如說我們看剛剛談的好了 不管是環球時報 或者是說國台辦的說法 都沒有談到說這個假想的設想是什麼 他的scenario是什麼 我們每次打法都很明確 我今天是要打什麼 是為什麼反制空 反制海 反登陸 什麼東西 一定有個演習目的嗎 或者像我們例行性 例如我們講例行性 後天是反登陸 你只能打近海 你按砲打近海 你還有什麼目的 對不對 浪費炮彈嗎 那在軍事上或是戰略上的解讀 會不會是解放軍善意包藏獲心 獲心包藏善意 也就是說 我故意用一個最小最最最小的威脅 然後說我生氣了 如果說你還沒解讀到我的氣憤的這個 這個訊息的話 我下一步就是真的用更生氣的方式 那我們剛剛講的是最基本 我們現在再把問題拉高到全國 我講的全國是指全中國 可能大家比較沒有注意到一個訊息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到二零一八年 中國的內部違和費用 已經超過了他的軍購費用 換句話說 中國大陸這幾年拼命的買新戰車 新飛機 新裝備 新航空母艦這些東西 可是你知道嗎 中國大陸花在清康障 障獨 僵獨 維持那邊壓制那邊的投入的人力費用 已經快超過這個了 所以他今天面臨的不只是台獨 他有降獨跟張獨 他今天要打壓台獨 這個地方呢 其實相對來講 打壓台獨花的費用最少 因為我們不會有實際動作 可是降獨跟張獨 確實有實際暴動 跟實際動作在那邊做 孝偉你同意嗎 就是說後天在那個福建的這個軍演 所謂的假想的目的是 所謂的人家要搶灘 所以他要反制搶灘 反登陸的這樣子一個想定 因此拿這樣子的想定 要來說要來遏制台獨的勢力 這恐怕是拿 所謂的很小很小的這個短槍 然後說我要去做 做什麼很大的一個威脅 好我這樣看吧 就是說以軍事演習來看 軍事演習是一個真的事情 那真跟假之間是什麼 也就是說也不能說假 就是實跟虛之間什麼 實的部分你可以看到這個演習 從他的範圍 然後甚至於他所公佈的這個 涉及的這個公報裡面對不對 甚至還沒有標出這個 那個那個危險高度 就可以確定這基本上大概就是一個 那個反周波射擊 這樣一個層級的這個射擊演練 那甚至於可能就跟我們在外島 每年或每隔一段時間 會進行我們稱為叫保養射擊 就是很類似的 什麼叫保養射擊 就是你火炮白 你不可能天天去打嘛對不對 那你經過保養之後 你要拉出來那個煤門炮 打個幾發 驗證一下這炮到底是好是壞嘛 所以基本上來說 大概就這樣好 那了不起你說 而且就是當天八點到那個 兩勢洞洞 我覺得大概差不多 傍晚下午以後 大概也就也就也就停了 也就是說 他大概就那白天時間 最多最多 再把附近的駐軍 拉來做一個小小的一個測驗 但是那個虛的部分什麼呢 其實你看前面 包括那個大陸的這個官媒環球時報 巧妙的結合了 就是習總書記去南海閱兵 他把這個事情 就是他把閱兵的事情 跟這個新聞報導 同一天露出 然後讓臺灣的這個媒體 誤以為這個演習馬上這個南海 結束要拉到這個全州外海去做 然後另外緊接著 你可以看到這個國台辦的這個 劉傑一 那個劉主任 他今天也講了 那個政治性的這個發言 那我個人覺得 這某種程度來講 他其實是藉由這樣一個 實的事情 來傳遞他的訊息 他畢竟還是用這個事情 來傳達訊息 基本上來說 因為其實現在兩岸之間 等於說我剛剛前面也講到 就是說政府之間的溝通 現在完全是停頓的嘛 就是完全是停止 我們那個陸委會 跟他有任何這個詢問幹嘛 基本上對方都是已讀不回嘛 所以在這情況下 那他既然他已讀不回 那他對我們已讀不回 那他如果想要傳遞訊息的話 那是不是其實這個演習 某種程度來說 他也的確藉由這個演習 他傳達了你們 對臺灣的這個賴清德的不滿 但是呢 他知道他要傳達 對賴院長的這個不滿 但他又對於現在這樣一個冷對抗 因為其實說真的 剛剛有一些人也說 對一部分的事情 就是現在大陸所面臨的這個 分離主義的問題 其實臺灣相對來講已經算是 因為臺灣畢竟有華盛政看著 所以相對來說 造成意外的這個 或說是那種就是 大出中南海意外的這種發展方向 這頂多也是嘴巴上講講要獨立而已 對對對大概是不會 但是你說江獨跟藏獨 甚至於內蒙那些什麼 那可是來真的對不對 所以對他來講 內部的維穩遠重於兩岸的這個問題 所以他也希望就是說 藉由這樣一個事情 傳遞訊息給賴院長 等於說你再這樣下去 讓我們也不好不好不好做下去 然後甚至於其實我覺得 事後他們甚至於可能 這是民的部分 暗的部分 你說他們的外交系統 是不是甚至於會藉此 對美國的這個部分 有更多的動作 因為其實我們雖然看到 說現在那個美國 那個最近美中之間 處得不愉快 然後甚至可能有用臺灣排這個情況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忘了 在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之下 畢竟美國跟就是華盛頓跟北京之間 現在的關係是正式的外交關係 是他們會不會在那條線上 用更多的力道來壓制我們 我覺得那才比較值得擔憂 我們接下來就好好來談一下 賴院長的這一直 一而再再而三的台獨言論 究竟在國內在兩岸會造成什麼影響 不過我們特別強調是說賴清德 在擔任臺南市長的時候 就一直是這樣子的一個立場 所以他沒變 從臺南市長到行政院長都沒變 可是大家會關心的一點 是說他現在是隔魁 那他很顯然在臺獨立場 相較起蔡總統 他是更進一步的 至少再講話 但如果說他未來再登上更大位 當他當到總統的時候 他是否能維持一定的立場 而如果這一貫的立場 和再出現在總統的時候 又會有什麼影響 我們再來看看 在擔任臺南市長的時候 二零一四年他在上海就講說 臺獨是臺灣社會極大的共識 一五年他就說我當然主張臺獨 那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是親中的沒有反中 我親中愛臺 那這部分當然受到獨派一些質疑 在一七年六月的時候 在美國受訪說 親中愛臺是以臺灣為核心 向中國伸出友誼的手 後來擔任葛奎之後 剛剛我們一直在談說 他講說他是臺獨的政治工作者 他的確是臺獨工作者 他是臺灣獨立工作者 是鄭南龍的追隨者 然後呢在三天前 他談到所謂的三項務實 六個工作方向 先請教 在國內會真的造成很大影響 我覺得先來看看 這個臺獨是真的是假的 像剛才兩位都說 這個藏獨跟這個江獨是真的 臺獨是假的 對不起啊 什麼叫獨立啊 獨立就是自己統治 自己叫獨立 臺灣有沒有自己統治自己 有啊 所以臺灣獨立是事實 沒有被承認啊 沒有被承認他還是獨立 那張獨這樣張獨呢 有沒有自己統治自己 是被人家統治啊 所以他們就是同獨立的狀態 是假的 他們獨立的願量是真的 那臺灣呢 當然是已經獨立啦 這個有什麼話講 是真自己統治自己啦 所以就這個角度來講 賴清德是說出啦 北京不願意聽到的國王心意啦 其實是這樣 那第二個 而我們再進一步來講 那賴清德是 剛才有談到說 賴清德是不是 會跟我們的這個總統唱雙簧 其實在北京內部看著唱雙簧啊 不是賴清德跟蔡英文啦 是馬英九跟民進黨啦 他們怎麼講這個馬英九 你嘴巴裡面講不同不獨不無 其實就是暗讀 跟民進黨唱雙簧 他們真正認定的雙簧是馬英九 跟民進黨 而不是蔡英文跟這個賴清德 不是 那他們這樣的台獨的經歷 有沒有錯 沒有錯啊 這個就政治學的基本定義啊 政治學基本定義就是有主權 不被人家統治的主權 那有自己的政府 有自己的這個憲法 那這個就是獨立國家嘛 那所以北京在看台獨 跟基本上就是用非常基本的政治學的概念 所以這個角度 他說馬英九是暗讀 那他們的文獻裡面最重要的對台政策 最重要的文件 就二零零零的對台政策白皮書 對台政策白皮書 講得太清楚了 一中一台也是台獨 那麼兩個中國也是台獨 那中華民國怎麼樣才不是台獨呢 中華民國要是一個地方政府的話 就不是台獨 換句話說 在台灣有一個中央政府 那麼就是台獨 賴清德有沒有挑戰了蔡英文的兩岸路線 他們兩個都都說沒有嘛 那在我看來在立場上沒有挑戰 但策略上看起來有不同 策略上不同就是賴清德是講清楚的 那這個蔡英文坦白講 他是不是台獨 大概很少人可以聽得出他真正的意思是什麼 這一點是差別了 所以在這裡我要強調一點 北京對台灣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他要台灣 是你不要有一個國號叫台灣 還是你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就對 都不是 他就是要台灣的主權 這個就像這個西遊記的金腳銀腳 那個故事 那個金腳銀腳從太上老君去偷了一個葫蘆 那個葫蘆 只要拿這個葫蘆叫你的名字 你只要韻幼就會被吸進去 這個葫蘆厲害 孫空知道了 結果就金腳銀腳的羅羅 拿了一個葫蘆到這個孫空面前說 你叫什麼名字 他說子行孫 好你叫子行孫 我叫你這個名字 你不敢敢不敢應幼 那子為什麼孫空會叫自己子行孫 孫空叫孫行哲 那孫行哲這個名字 如果應幼就被吸進去 我用個假名你就吸不進去 換一個名字你就吸不進去 叫子行孫 結果他說子行孫 孫空就馬上就被吸進去 要的是主權啊 不是你的中華民國我就要啦 你台灣我就不要啦 不過那回到賴清德說 賴清德現在確實說 對我的確就是台獨 那會不會就變成孫行哲 者行孫這個情形 我們再來看看賴院長 是不是真的踩到了兩岸的紅線 語氣堅定地說出我主張台灣主權獨立 新政院長賴清德最近的公開談話 好幾次重申自己是台獨工作者 甚至一度說出九惡共識就是沒有共識 激起兩岸一陣雨波當漾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就發表一篇社論 直指賴清德已經成為破壞兩岸關係 和台海穩定的元素 建議中國當局應該把賴清德 列為第一個實施全面打擊的政治人物 建立懲戒台獨政治人物的機制 國台辦主任劉潔一也直接點名 賴清德就是個台獨 中國舉行軍演就是為了捍衛主權 和領土完整的行動 針對賴清德的表態 總統蔡英文也多次回應 他是一個誠實的人 但在兩岸政策上 還是支持維持現狀 支持行政團隊的基本態度 台獨工作者的說法引起議論 賴清德15號面對媒體的追問 話風顯得委婉不少 強調自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包括台灣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必另外宣布獨立 他擔任行政院長 是為了建設國家 希望外界不要再就台獨兩次做文章 引人誤解 王老師賴院長的說法 特別是台獨的言論 是否挑戰衝擊 甚至是威脅了蔡總統的兩岸立場 當然是 我覺得其實賴清德 他可能不太瞭解兩岸關係 也不太瞭解北京對台政策的一個立場 就是我覺得他講說他是一個務實的台獨者 最主要我覺得就是蠻有點可笑的 因為我就想到其實大陸其實對台政策 只要你是主張台獨 你沒有務實跟不務實的嘛 對不對 你務實的表示說 按照賴清德的說法 今天他的一個解釋 就是說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需要這個宣布獨立 那就是等於說跨過這個整個台灣內部憲政 跟公民投票的方式 直接就宣布 台灣跟大陸根本是一邊一格國家了 這當然對大陸來講 這難道不務實嗎 我們不去修憲 不去制憲 不去改國號啊 但是你就是說你立場上 對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是他的一個所謂的一個務實 那這個務實其實就是說 已經跳過那個最危險的一個階段 因為你真的去宣布改國號 你宣布去用公投去修憲的話 那當然會挑起兩岸的戰火 也許賴清德覺得 這是他的一個務實 可是我的意思去強調說 對大陸來講 他的根本立場就是認為 台灣跟大陸根本就是應該是同屬一國 所以只要你是認為是分屬兩國 不管你是務實跟不務實 他認為其實你就是這個觸犯他的一個 一個紅線嘛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在我認為就是說 其實是一個不太負責的人 因為你今天你個人的主張是一回事 你今天當行政院長 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當台南市長 因為你是地方的縣市首長 大家不會這麼去關注你 你今天當了這個最高的行政首長 你的意願一行 應該不是你個人的信念 但他是行政院長 而非總統 兩岸外交國防是總統職權 因此行政院長講出他個人立場 真的會去挑戰總統 或者是兩岸的路線嗎 我覺得他其實根本就不要講算了 因為既然不是他的一個職權 他其實就是回家問他就是這樣子 他就可以講說這是總統的職權 我就不必回答就好 但是你一旦講出來之後 我們看到前一陣 剛剛的影片看到 我們蔡總統還要替他還假 說他是一個有經驗的人 自所分審 那是他第一次講 他最近又講了 那這個我們蔡總統要怎麼去hold住他 而且就是說 現在我覺得問題就是說 他第一次講的時候 大陸其實也沒有特別注意 當作沒聽到 那你現在已經持續地講 變成說大陸已經公開點名去批判你 而且已經把這個一個小小的演習 把他拉伸到 對台立一個政策的一個警告 那你是不是覺得說 他的一個說法 事實上已經破壞了這個蔡總統的 兩岸政策的佈局嗎 就是我們蔡總統 那我問你啦 公開羞辱國王指出國王 沒穿衣服那個小孩會遭到 無止境無情的報復嗎 這個蔡總統國王沒有穿新衣 那國王當然會生氣 但是國王的新衣 什麼叫蔡總統國王的新衣 其實是這樣 你要看北京 北京對臺灣的態度什麼 他現在自憲 他是 是他的敵人 然後呢 臺獨也是他的敵人 自憲好像比較嚴重 臺獨比較不嚴重 然後接下來 中華民國是不是他的敵人 是敵人啊 所以他的主要敵人 次要敵人 再次要的敵人 都是敵人 所以在這裡就很有趣 當你沒有自憲的時候 你一個臺獨比較安全一點點 所以賴清德是對岸可接受的敵人 但是 你如果沒有賴清德的話 你模糊的維持現狀 就變成頭號敵人 你頭沒有模糊的維持現狀 你說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敵人 打敗了主要敵人 次要敵人 就變成主要敵人 這一點 中共的ABC權力運作原則 這一點都不去了解 就大大大講 說中華在想什麼 住在低海拔森林的菱角燒 通常是一夫一妻 一騎育除 今年台中市的疾風國小 出現了一夫二妻 共用潮鄉的現象 三人行會不會太急 他們能順利傳宗接代嗎 今晚十點 我們得到為您播出 莉莉安誕生季 在你的裡面 我看見一座高山 它送禮在你的憤怒上 我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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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丟起所有 裝在驕傲的行囊 正義季 陳思宇 領軍飛往英國倫敦 台灣將挑戰各國高手 組成的最強團隊 2018桌球團體世界杯 《我的人生簡史》 訴說史蒂芬霍金不可思議的生命之旅 首度由霍金本人現身說法 從二次世界大戰後 倫敦的童年生活講起 一直到它成為 局勢文明的科學家 賺款900元獲贈 《我的人生簡史》書一本 詳情可掃網 QRQ公視網站 破破02-2633-2000轉9 世界上的鳥類千百萬種 什麼樣的鳥和我們是最親近的呢 有些鳥和其他動物是互助關係 有些鳥是凶猛狠毒 高高在上的獵物者 地球上到底擁有多少種鳥類呢 周二晚上十點 十點全紀錄 天生贏家 就在公共電視 中文字幕製作者 詞情歌